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前置工作必须把奶油和蛋放室温 想要有轻盈口感的棒蛋糕 这一点很重要哟 再来是准备吐司馍里铺的烘焙纸 不粘的吐司馍可以不用 但吐司馍下面有洞 为了预防奶油适出 最好是铺上比较好 也比较方便取出 纸张的剪裁如同影片 把吐司馍放在纸张上 量好尺寸后 在吐司馍两侧的地方剪开来 只要注意纸张是要铺在里层的 所以剪的时候 剪开的地方必须配合里层的直线 这样纸张才装的进去哟 再按照吐司馍将纸张折进来 这样就铺好了 可以来做蛋糕体了 用奶油专用打发搅拌器 用低速稍微搅拌后加入粘巴 然后转为高速继续打发到 奶油呈现泛白状态 再把一半的糖粉加进来 咸漆的搅拌器容量小 分两次加比较好搅拌 刚开始先转动停止 转动停止重复几次 这样糖粉才不会喷出来 等搅拌均匀后 再把另一半加进来 中途刮一下搅拌棒和钢盆 这样搅拌的比较均匀 搅拌均匀后 把鸡蛋打碎再慢慢加进来 因为分量多 必须要有耐心的慢慢加 一次加太多或加得太快 都很容易让奶油油水分离 尤其棒蛋糕鸡蛋量很多 更容易分离 油水分离就做不出松软的口感了 所以奶油和鸡蛋放室温和耐心的加蛋液 是这个蛋糕的好吃关键哦 中途有必要时就刮钢盆一下 要加入的低筋面粉也必须过筛 泡打粉也一起加进来过筛 奶油搅拌好的状态 必须是像这样非常滑顺 如果你搅拌起来的奶油有颗粒感 那表示油水分离了 做起来的棒蛋糕就不会有蓬松感了 嫌弃这个状态也是有一点点危险了 看得出一咪咪的颗粒 在这里先预热烤箱350度 再将搅拌好的奶油倒入低筋面粉里 再用刮刀慢慢的搅拌均匀 搅拌的手法要轻不要去揉面团 不然面团产生的筋性就会变硬哦 以切拌的方式搅拌匀后 确定看不到粉状了 这时候加入基本棒蛋糕不会有的配方 牛奶 加入牛奶后烤起来比较湿润 吃起来也比较不会有油腻感 但是加进来后只要搅拌几下 看不到水分就必须停止搅拌了 因为等等还要加入染色粉 搅拌过度的话就容易出筋了 先期使用的是红曲粉 加入20克的温水搅拌均匀后 在有染色粉的盆子里加入三分之一的面糊 大约490克 再搅拌均匀 然后倒入模型里 再用一根筷子在面糊里画几个圈 就可以平均摊开面糊了 可可粉口味的也一样哟 原味的就直接倒入模型就可以了 然后放入预热好的烤箱 放在中下层 烤45分到50分 烘烤的时间到后 用一支长竹签插入蛋糕 竹签上如果没有面糊粘粘 表示烤熟了 拿出来再往上放凉 打开烘焙纸 让它们散热 烘烤后的烘焙纸不要丢掉 等等还有用途哟 完全放凉后 要来进行组合了 放蛋糕上面凸起的部分切平 今天的份量可以做两条 如果只想做两个颜色的齐格 份量不用改变 只要分成一半 用两个吐司磨烤即可 三个颜色的份量 一个颜色各切两片 切的时候比较难掌握的是 平均的厚度 一刀下去到最后可能会歪掉 造成厚度不一 做起来的几个就不是四方形了 所以在这里用牙签做个记号 平均每片厚度约2公分 刀子随着牙签的地方划过 这样就比较不会切歪了 但是很抱歉 在切的过程中 竟然当机 没有拍摄到 注意到的时候已经切完了 抱歉抱歉 再来是制作装饰用的奶油 非常的简单 将在室温下软化的奶油打发到泛白 再加入糖粉搅拌均匀 就完成了 如果想让口感更轻盈的话 可以加入两大匙鲜奶油搅拌 然后在桌上将烘焙纸摊开来 因为再来抹奶油 有烘焙纸会比较容易操作 取出一片蛋糕片 然后在上面抹一层打发好的奶油 抹好后 叠上一层不同颜色的蛋糕片 再抹一层奶油 再叠上一层不同颜色的蛋糕片 第二个组合必须将颜色的顺序和第一个组合搓开来 刚刚是最底层的粉红 现在就以原味做底层 然后中间夹巧克力层 粉红蛋糕片放最上层 再将每个组合平均切成三片 最好用尺量精准一点 不然组合起来的时候 厚度差太多 就会歪七扭八了 现在每组各取一片 将颜色搓开相叠 先抹一层奶油 打发好的奶油在这里就是蛋糕和蛋糕之间的黏着剂 把蛋糕相叠起来 抹上奶油再叠上一层颜色错该的蛋糕片 这样一个组合就完成了 接下来另一组也一样 组合好后在最外层再抹上奶油 上面和前后两面都抹 抹好后再撒上巧克力米 这时候底部有铺烘培纸 就不怕弄脏桌面了 完成后将两端切平 把烘培纸折上来握住蛋糕体 手就不会弄脏了 这样就可以切得很漂亮啦 咸妻另外还做了咖啡摩卡口味 当天吃不完可以放冰箱 但是放冰箱保存时蛋糕会变硬 也可以切片放冷冻 要享用时在室温回温一到两个小时 就会恢复松软 放蛋糕是奶油量非常多的一款甜点 是个高热量的蛋糕 所以放冷冻保存慢慢享用吧 放进去 就可以破滑了 1种点 下来 你决定 zd 2种点 要 3种点 1种点